施宙喝酒当大官睡完公主睡太后,她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潇洒的和尚。 高宗理智在整个后门上,中都在与并莫顽强抗争,别说是晋丈夫的义务了甚至连口气都要分几口喘武则天的郁闷,可想而知尽管这几十年里纷繁复杂的政制斗争转移了武则天的大量精力, 但这并不等于说,她的这种私密需求会自动从省,命中消失就在这时候薛怀毅出现了在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前薛怀毅不叫薛怀毅。 而叫冯小宝小宝最初的职业是在洛阳的街头打拳头,迈高要正极把童贤聊以虎口其境欲仅仅强于乞丐最先慧眼时, 英雄的女人是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府上的一个侍女某日从热闹的坊间经过这个目光如炬的侍女一眼就瞥见了, 小宝那裸露在阳光下的有黑强健的肌肉这惊鸿一瞥,不禁让这个侍女芳心荡雅。 于是偷偷把小宝带进公主府邸但是只包不住火,终于有一天侍女和小宝的, 坚情还是败露了尽管眼前的一幕,龌龊不堪坷太平的目光, 还是被小宝的身躯牢牢吸引了以至于满腔怒火瞬间化为乌有, 于是这场捉奸行动就有了一个性,照不宣的结局太平公主一人, 没收,老了侍女的玩伴如获之宝,本欲从此密不诗人,独自享用。 可转年异想太后威权日盛,一日却只能夜夜独守空房, 不如将小宝汤海转赠,以博取太后欢欣本着, 独月乐不如众乐乐,的无私精神太平, 悄悄把冯小宝领进了太后的起殿, 对于这份暗中渴望已久的特殊礼物, 武则天自然是欢喜笑纳了就这样一个洛阳街头小护狼摇身一别, 就成了武则天的首席男宠,为了方便良人私通。